公元185年 汉蒙朝国军与梁州叛军对峙以美扬 汉军以数次施力 急需一场胜利 这一夜梁州军首领鞭章横穗 看见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认定这事不祥征兆 决定雅天退兵 汉军一名将领敏锐的绝察到了战绩 雅天这名将领以同僚过断击袭 而叛军恰好处于手持东西回家的混乱状态 汉军打破敌军 斩数千人 但其实说起来 这名姓董名夺的汉将本就是梁州出身 其部下也大都是枪胡人 他这一支兵团 日后反倒是梁州军阀的最大代表 也正是宗卓兵团 直接打仗了中汉王朝的中书 加速了汉魔群雄实在的到来 时间回到184年冬 黄金起义的烽火尚未完全平息 大汉帝国的西侧梁州又反了 恰如清王朝后期的海防赛防之争 汉王朝内部也有了放弃梁州的声音 其理由和李鸿章差不多 梁州偏远 相互和杂储 形势复杂 管理和征伐成本高昂 在朝廷衰落的当下 不如甩掉这个包袱 安守龙山防线 然而有诗之士指出 放弃龙幽就是放弃何席走囊 进而放弃西域 动龙叛军 关中就是一线战场 光中有诗 国都洛阳 但兮玄英刀锋之下 汉林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决定既要还有 趁着东面黄金军 牵扯了帝国实力 梁州叛军以185年攻入关中 车伎将军当温 率动作等出征 梁军对之于美扬 虽名为枪乱 但实际梁州军 是枪汉胡等多民族构成的联军 由多年的民族融合 共同的利益 以及对梁州人身份的认同 而聚集在一起 梁州民众平时的活动 就是打仗 战斗力强悍 张温的国军 战不到便宜 最后 董卓在牛星宇的帮助下 驱逐叛军出关中 张温决策 兵分六路追击 这其中要以将领 周胜为主要方向 董卓对于深入梁州追击 没有信心 他提出 不如让周胜军为前队 我为后队 做他的后背掩护 这样一旦前队情况不好 有我这一支胜利军在 敌军有所顾忌 必定不敢大迂回作战 切断前军后路 张温不接受 派董卓去了另一战略方向 周胜部深入 围困于中城 这里已经距寒碎的大本营 京城很近了 作战参谋 瞬间建议 于中京城城墙坚固 而叛军的梁朝 要从后方腹地运来 不如让我率兵一万 前往京城方向 断敌梁朝通道 将军女帅 主力两万为后援 敌人心败 肯定不敢出城野战 即便出城也没有实力 一口吃掉我一万人 何况还有将军赢了两万军 在后随时可为我撑腰 这样不知 敌人最终是要放弃于中 京城后撤的 那时候再剿灭他们就容易了 周胜不听 盾兵于中城下 结果 边当寒帅分兵 反而把国军的梁朝后路给切断了 周胜丢弃自动逃跑 再看董卓那边 同样由于深入敌附地 董卓这一路也被围了 但奇怪的是 董卓却帅部轻易冲出 敌军拥有数量优势 却不敢劫击 原来董卓贯特了刺激给上头的建议 他早在后方城池 留下了一支部队 大造声势 让敌军以为林京城有数万大军接应 正是顾虑这一支部队 敌军才不敢下手 上头应该是掉董卓这支人马 前来驻战场接应 但在望远以北 董卓又被优势敌军缠住了 不可能有兄弟部队来救援 粮草也不太够了 董卓部陷入极度危险之中 董卓最终在一条河路边 创造了淘宝的时间 而令士兵们修筑坍 拦截河水 令士兵们大摇大摆 下水捕鱼 敌军一时没有闹动其套路 秘密在于那岛高高等敌坝 董卓军主力以敌坝为掩护 偷偷过河 带到敌军发掘 董卓掘开地坝 河水顿时暴散 董卓所顾 成为六支部队中 唯一安全返回的一支 董卓后来说 瞬间的战略计划 和我的建议如出一辙 张翁和周胜 是要有一人 采纳我俩的计划 梁州叛乱 曾经已经平定了 无论如何 这一次平定梁州的机会 已经失去 至187年 梁州更乱了 大小军阀林立 其中以韩岁送舰 马腾三股司令为首 188年 梁州军阀联合 围困陈昌 汉廷派出了 实战最强将领 黄辅松 并指令董卓 为其副手 和兵四万 前往破敌 两位主将 发生了争议 董卓建议 急速进兵 救援陈昌 黄辅松不同意 他认为陈昌兼顾 日后的诸葛亮都攻不下 这些人算哪根冲 等他们打累了 我们再进兵 梁州军阀 果然攻陈山 八十多天而不克 决定退回梁州 黄辅松决策 立即进兵 追击此九战 疲惫之敌 董卓反对 龟师物恶 穷控莫追 黄辅松反对 我必其锐气 及其作归 敌人九战疲惫 不是从容侧队的龟师 也不是丧有斗志的 穷控 这一战 汉军大胜 斩首万语 细究董卓这几战 狭隘观点 董卓军事才能 绝对是高的 否则朝廷多次评判 就不会一再选择他领军了 但其排内的发挥 全部围绕 保存实力的原则 当初六路追击 提出自己做后队 陈山之战初期 因为被靠昌安作战 建议急速进兵 败了 大概率也可以逃脱 再到叛军撤退 追击 这有可能占于敌军主场 危险 当然这个事看怎么说 魏律胜 先律败 不应该吗 但综合董卓日后的作为 他只不过是典型的军阀作风而已 在保存实力大原则指导下的 总卓梁州兵团 呈现出 既有机遇时刻 敢于装控制 抓弹机的一面 又有制胜时刻 党略不足 而无法更进一步的缺点 联州军阀 元气大伤 不得不说头当乌龟 而朝廷也暂时无力 征法剿灭他们 总的态势来看 只要中央政府不足大的变故 优势将越来越大 联州军阀集团 看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此期间 朝廷着实下诏 提升董卓的官职 以待民生暗将 让总卓离开军队 总卓以各种理由 拒绝和拖延 保存这一支 死产兵团 是力生的根本 就差一个机会了 机会出现在189年 这一段大家比较熟了 大将军何敬 以宦官集团争权 本来总卓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宅兵去洛阳转一圈 假造反 为大将军转转绅士 就可以领和饭回家了 但没想到 导演何敬死了 宦官集团也全部覆灭 困扰汉朝的外戚宦官之争 就此终结 而皇帝还是个孩子 中央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这颇天的富贵 颇到董卓身上来了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 机会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但同样也离不开 董卓的个人奋斗 当接到剧本角色的时候 董卓正宿军运腾盆地 他迅速渡河 占据了散线 卡死了连同两斤的小寒古道 是情况变化 董卓有多种选择 获取三西为根基地 当时三西并没有强力的军队 经缘礼物的三西部队 此时在洛阳 而董卓自己 本身就是朝廷任命的宾州墓 或西晋长安 按据关宗 关宗此时只有皇甫中率 三万兵力 在防御梁州军阀的一线 董卓说起来 本就是梁州实力 在梁州威望蛮高 关系蛮多 西晋长安联络梁州同行 但问关宗机会是很大的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 东晋洛阳 辞取帝国中书 继而联络梁州同行 各据三川行胜的两金 被靠梁州 效仿秦国故事 最好的情况出现了 董卓入境后的一系列动作 我们之前有视频讲过 在此不再赘述 反正吞并丁元 吕布以及守租的军队后 董卓已经胖得不行了 董卓以天使的名义 正遭皇甫松 此时 曹操元少的陶董大军已成 可皇甫松 仍旧乖乖放下了兵权 不消说 帝国这三万金兵 又归于董卓回家 天下强军 大棒战手 梁州军阀马腾 韩岁等纷纷表示归父 董卓大哥是我们梁州的好本样 我们准备跟董大哥婚 诸多史学家皆认定 此时的董卓 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 帝国权力更迭并不稀奇 无非是各方势力 重新选择战队 以及权力如何重新分配而已 董卓想把事情干好 是很容易的 只要不急于求疼 慢慢谋划 总有妥善的方法 可董卓很急 把上到皇亲国旗 中到既有官僚集团 下到梁京的士卓豪强 乃至于数量庞大的梁京百姓 全他妈给得罪光了 东河来看 董卓以压根就没有把两斤 完成自己家根基地来建设 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 只破坏而不建设 前面我们说过 在保存实力大原则制造下的 董卓两州兵团呈现出 既有机遇时刻敢于钻控子 抓战机的一面 又有制胜时刻 党略不足而无法更进一步的缺点 曹操元少的陶总联军形成 对一落盆地形成了三面包围 这仗还没开打 董卓先露起了 马上提出迁都长安 洛阳兼臂情也 后市评论很中肯 你手上有法理皇帝 有险军的洛阳八官 有当时最强战力的军队 面对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地方军 雇佣军 你跑什么啊 直接用手上的皇帝 能够这些人为叛军 战军道德法理高地 或坚守险军关爱 等敌人联盟破裂 或者直接开门和他们干 可偏偏动作胆略不足 邪天子却不令诸侯 不太敢守又不太敢打 焚烧洛阳兼臂情也 让联军即便攻进来 也一无所得 据小航古道关爱 魂守关忠 从战术层面 无疑是成功的 但战略层面却彻底的输了 这向天下令宣告 诶 我就是没勇气 也没有实力 诶 我就是乱成贼子 不过 鉴于董卓集团的军事优势 实在太大 董卓boss战略失误 但其手下 新兵强将却在战略层面节节开花 虚龙率先击破 联军东面集群的曹操 继而击破 南面集群的孙坚 不就联军北面集群 王宽部又遭大败 这些都清晰的表明 联军中敢打的不多 能打的更少 但这个时候 董卓本质上已经跑路了 洛阳留下的指示 防御之君 后一年 本来胡整和孙坚 势均力敌 但加上吕布 胡整就不如孙坚 孙坚超神 三战三截 同大狗杀戮 收复洛阳 但如果董卓没有跑 孙坚这一日孤军 即便杀戮了一落盆地 面对董卓大军的反击 也恐怕很难立足脚 董卓想复制秦国的成功模式 不利则固守 有利则东出征衡天下 但其实以洛阳为前进基地 是最佳的 可现在一落盆地被烧关 百姓全被牵走 之后董卓自己想出来 那也不容易了 这一真空地带 是比其他考验 梁州兵团的后勤能力 看来董卓这是打算 归缩在关中 当土财主了 公元192年 吕布是董卓 董卓兵团一分为三 长安一带的徐龙 胡整吕布等归附朝廷 李绝郭氏率军 远征在洛阳一带 董卓女婿牛斧 在小航古道上的闪现 李绝郭氏想解散军队逃跑 被假许劝阻 反攻惨安 牛腹想解散军队逃跑 且真这么干的 被部下销售 梁州军再度掌控了朝堂 但这时候的梁州集团 以四分五裂 不能再成气候了 李绝 国士 马腾 汉水等争斗不移 恰如袁世凯死后 无能于约束的 被洋军打 董卓一度抓住的机会 可事实证明 梁州集团打仗很轻 可他董卓不太行 在逃总大战中 日后征恒天下的诸侯们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曹卓脱颖而出 从某种层面上来讲 曹卓、曹老板 甚至从董卓这个大反派身上 学到了如何成功 因为董卓展示了 如何才能成功失败 董卓成功携天子 但令诸侯的戏没延好 曹老板日后改进了这一策略 董卓 天体应该这样玩才对呀 你怎么握着帝国最高解释权 还把自己完成的人人喊打呢 董卓牵走洛阳周边所有的百姓 让曾经的战略重地一落盆地 变得一文不值 曹老板学到了这一招 任何的三国队里中 汉中大战 曹卓牵走汉中所有百姓 曹卓即便有助量掌舵 也无力对抗群种脆弱的后勤 在长江一北搞无人区 曹孙吴登陆之后 负责部维系一个高成本的后勤线 董卓面对陶董联军 为战先退 而曹操在2111年的同关大战中 听闻梁州军阀云集 而哈哈大笑 这帮乌合之众聚集起来 甚好全部收拾掉 省得一个个去找他们了 总装杀人多 曹操杀人 自多不少 但总装只管杀 不管建设 终于败亡 而曹操充分反省了这一点 一手屯田之策 招负流民 使得天下归心 可见 藤公路上 粮食必不可少 也正是曹操 2111年于同关 击破马超寒碎 彻底把梁州军阀集团 送进了棺材 夏侯渊则特地 钉死了钉紫 2114年 马超败走汉东 同年夏侯渊大败 韩岁送界 梁州军阀集团 终于凉了